你找什么 我记得有张天仙小轮的 截面图是带比例尺的那种 天仙小轮是客轮太小 我现在必须需要一张 需要一张货轮的截面图 我去趟先货会 现在 这么晚了 明天再去吧 我去下面看看 少爷 你去哪儿啊 吃饭 小枫 拿去吧 某些人呢 每天都不知道在忙些什么 想让你陪我吃个早饭 都没有时间 对不起啊 薛萍 我这段时间真的是太忙了 你这样 等我忙完这段时间 我天天陪你吃早饭行吗 不只是早饭 行了 大盲人 你赶紧去工作吧 好吧 那我走了 拜拜 folds 好 人呢 丢了 除了吃烦睡觉 你还会干什么呀 把他给我找出来 是 见到钱我才能让你看东西 不行 价钱是咱们事先谈好的 我只能给你这么多 我盯你很久了 你手上那批东西 也并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 我之所以能给你这些钱 是想让你管好你的嘴 当然 你也可以选择不跟我交易 那我恐怕 你这批货是出不了手了 知道怎么保管吗 这东西见不了空气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赤老板 这是要去哪儿吧 家里有点事情 让我去处理一下 如果不是什么要紧的私事 现在备俯厂物资运输十万火急 池先生不知道能不能和我一起去库房 清点一下库存 我急着向将军各校汇报 叶少佐这么做有点多余了吧 别多想 职责所在 好 没问题 库存我都帮你清理完了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你可以去找老魏 不知道池先生的事 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呢 好 如果你真想知道的话 我告诉你 靳香病了 我去看他 靳香病了 严重吗 严重吗 需不需要我请个军医给他看看 现在这乡的话 有一技之长的人 能躲的都躲起来了 想找一个好大夫并不容易 这点小事情就不劳烦叶少佐了 我相信我还有这个能力可以去办成的 还有什么事情需要问我吗 赤先生 我觉得我们越来越像了 都是可以冲冠一怒魏红颜的人 嗯 打开 电邮 点击 了 也 说 是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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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少索 沈先生还没回来啊 没有 我等不了他了 你先带我去一下库房 我要清点一下库存 好的 石先生真是关心则乱啊 提着见晋会长 连着抽屉都没有关好 现在被俯厂人多眼杂的 像这样放贵重物品的地方 一定要更加谨慎才行 小枫 姐夫 你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啊 吃早饭了吗 吃过了 你今天这么早过来 日本人那边会不会有怀疑啊 怀疑就怀疑吧 我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 他们那边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情况 我现在的感觉很不好 我现在的感觉很不好 叶冲 佐藤他们对我的态度全都变了 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 你会不会有危险啊 没事 我交给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还顺利吗 顺利 你让我准备好的东西 我都弄好了 放在安全的地方 但就是房子的事情 可能还是要还一还 是啊 现在这个时局 大家纷纷地往外跑 谁还愿意花这么一大笔钱 在香港买房子呢 实在不行了 再把价钱压压 姐夫 不能再压了 再压的话 咱们的钱就不够了 但是时间不等人啊 真不能再压了 你是不知道 现在东南亚的那笔枪 越炒越火 价格翻了一倍 我黑市场那个朋友 现在已经开始担心了 他跟我说 可能是有人在背后 打你那个房子的主意 现在连个出嫁的人都没了 怎么了 我大概知道这个人是谁了 你这样 你还记得星后会 原来有个货船吗 有意想 你能不能把这个货船的 构造图给我找出来 图应该是在香姐那儿 你要这个干嘛 你先别管这么多了 你先帮我找出来 我回头再给你解释 好 平姐 怎么了 这是 刚刚门口有位先生找你 他说他姓陶 你认识吗 他还跟你说了什么吗 他说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是之前欠你的 辛苦你了 先去忙吧 今晚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 昇君学科 这也是 好 池先生 处理得怎么样了 叶冲原本说 今天你要过来给我报一个数字 实在是等不及了 既然您答应了叶冲的办法 他也说了三天之内肯定会解决 我相信应该肯定没有问题的 将军阁下 我今天过来找你其实是有别的事情 就凭你我的交情 不妨有话直说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我需要一笔钱 池先生 这个话想来都是我们跟你提出来的 请你帮忙的 怎么 不敢开玩笑啊 你可是我们的商业奇才啊 什么样的奇才都有失手的时候 我也不例外 背负场是我提出来的 但是我现在觉得我有点高估自己了 那你的意思是说 你要向我借钱 没有错 而且还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将军阁下 可以替我在帝国银行作保 我会拿出我的池氏公馆来做抵抗 当然 作为替我担保的担保人 我不会让您白白替我帮忙的 池先生 有事情我愿意帮忙 何必要把酬谢挂在嘴上呢 我是生意人 我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我只是希望这次危机快点过去 谈不上危机吧 谈不上危机吧 你有那么好的一套房子 你要贷多少 还怕帝国银行不给你吗 不过 我有一个更好的想法 你看 帝国银行在战时利息高得离谱 尤其像你这种中国的商人 不如这样 我 以我个人的名义借你一笔钱 把你的房子拿出来给我担保 如何 这也省去了我要去担保 省去了很多的麻烦 你说呢 我知道帝国银行利息高 高 但是我现在出现这样的困难 正是因为帝国没有给我 结清备付厂剩下的余款 是是是是 不不不不 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有契约在先 帝国要先拿到物资 才能够付你钱的 不是吗 您说的没有错 但是我没有想到帝国 对于被俘的需求这么的大 如果我要不扩大生产的话 我根本没有办法去完成以后的订单 那也没有办法 我们要按照帝国的契约做事 所以我才一直催你 要加快快快地生产吗 要不然的话 迟先生再想想别的办法 不过我认为 我这个办法 是最好的 想想你我的利益 想一想 迟成去了军政厅 而且我等了他很久他都没有出来 我又没有合适的借口能够进去 对了 他回去的路上 还去了星河会 可是想起他身体很好 并没有生病啊 这说明他在骗你 可是这个迟先生 他到底要做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要做什么 我只知道 他肯定有自己的一份计划 你帮我尽可能地 多留意他的动作吧 好 唐枫 你找什么呢 姐 你别这么看着我嘛 搞得我像做贼一样 我就是过来找之前 靳伯伯留下的一张轮船图而已 什么轮船图啊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姐夫他要 他要来做什么 他 来来来 你坐着 你跟我说清楚 他当时走得也特别急 我没来得及问 我记得之前 靳伯伯不是在房间里 老放着一张那个 轮船内部结构图吗 应该就是那个 你别应该啊 具体的我真不太清楚 要不然你就去问问姐夫 我 他最近忙什么呢 他 姐 你看啊 你跟你姐夫那么长时间 都没见面了 这是个机会啊 你就借着这个机会 去问他要什么图 你们俩好好聊一聊嘛 你说呢 臭小子 什么时候学会茶言观色了 谁说我想他 卢大哥 你找我有其事吗 姐 那我先过去了 好 姐 千万别忘了 轮船图 好 鱷子 别忘了 我最后就没有耽误了 鱷子 爹子 不似我 这东西 可以 就这些军票 市面上根本就不流通 你更别说黑市上了 就这两项东西 你买粮食都买不了多少 别说是买军火了 先应应急吧 别让大家伙饿个肚子 执政同志 我代表港九的兄弟们 谢谢你 日本人在大雨山 跟我们进行消耗战 能用这些换来的粮食 能保住我们 再多坚持一段时间 最起码 能让日本人 对我们的判断失准 你说的这个很对 要让他们判断失准 这个很重要 其余的钱我在想办法 卢铁同志 我今天晚上 还有很重要的事情 购买粮食的事情 那可能就要麻烦你 自己心自去一下 放心吧 天一黑我就去办 兴许连夜就能用绳索 送进山里 大伙旧万就不用挨饿了 这是您要的 川几万的详细资料 我去了一趟池城的办公室 看到一些东西 整理了一下 你也来看一看吧 这是什么 白鳞不溶于水 且密度大于水 接触空气后最低温度 到达四十度会发生自燃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种化学物质的状态 极不稳定 燃点很低 如果接触到空气 不需要任何的人为 就可以营造一场 大规模的火灾 你是说 池城打算纵化 商量那批背负 如果是白鳞的话 很有可能 他疯了吗 自己的工厂齐火 他就算不在场 难道能脱得了干系吗 日本人一旦追究起来 整个被赴场的工人 都要跟着遭殃 我认识的池城 做事可不会这么莽撞 可再怎么说 这也是事故 他打算怎么跟日本人解释 他太一枪天开了吧 你不会觉得 他这个办法可行吗 我没觉得 这个办法可行 这两天 池城一直借着 浸香生病的谎子 天天取行和回 我觉得 他是去找人商量对策了 你是说那个唐峰 你不是说 他在黑市场 一直帮池城卖房子吗 我觉得这个唐峰啊 就是池城在背负场外的 一个帮手 所以啊 明白了 又多了一个 需要监视的对象 辛苦你了 不辛苦啊 你要这个川级完的详细资料干嘛 我也不知道要来干什么 只是想先拿回去研究研究吧 川哥 你别紧张啊 你可别叫我哥 一叫我哥准没好事 这什么呀 我需要你帮我买点东西 我就知道 准没好事 买什么 我还没想好让你买什么 过两天嘛 等我想好了一定告诉你 是 川哥辛苦啊 别叫我哥骆 年轻 左童白白捡了这么大一个便宜 你也就答应他了 我需要这笔钱 可是你以后住哪儿 现在家里只有两套房子了 一套在石澳 一套在心海 离得那么远 你来来回回的 大家都担心你 没关系 我可以搬到这儿来住 这儿 非常时期吗 我得和大家在一起 叶松今天找了你没有 应该说 是我在这儿见到了他 什么意思 少爷 我觉得咱们那个白林计划 行不通了 怎么了 叶松把这个抽屉的锁打开了 他可能看到了你昨天晚上写的东西 东西呢 我把东西烧了 这件事情不能再担心 咱们得抓紧 我跟左汤说好了 咱们今天就搬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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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老魏你来得正好 那个 一会儿你再找点大的箱子 把这些模型全都装起来 好 快去吧 到最后也没把你做好 快去吧 长毛 少爷 我们都商量好了 我们不想离开这里 我们想跟着您 是 我们不想走 对啊 少爷 我们不想走 对啊 少爷 我们不想走 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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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妈 这是您的 少爷 这钱 我们不能要啊 拿着吧 兵荒马乱的 身上有钱我也踏实 我下面会去贝福厂 你们愿意跟我去呢就去 不愿意跟我去的 拿着钱回家做点小本生意 少爷 我跟您去贝福厂吧 我在持家 都干了一辈子了 好 那您去贝福厂 继续给我做饭 好 可惜这么好的房子 要让日本人给糟蹋了 受贝福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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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吃 大家 是不是 真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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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